关心地方大小事 散播在地正能量 大家好 我是洪梦凯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希望好所在 希望好所在 我们节目从过去去年到现在 两年的时间 其实每个礼拜访问两位不同的来宾 透过每个来宾半个小时的专访 其实梦凯常常都觉得说 自己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可以坐在这边 可以跟所有的来宾 好好的聆听他 过去在这段时间付出的点点滴滴 以及对于地方的建设 地方的关怀 以及地方的思考 真的是每一位来宾都有 他独特的见解跟独特的想法 让梦凯常常都觉得说获益良多 有些人就讲是说 就像读书一样嘛 没有出门半步 但是都可以知道天下事 那一样道理在看 收看我们希望好所在的时候 真的是不用出门半步 可以就完全了解我们地方上的大小事哦 所以呢 这一集一样呢 邀请到很特别的来宾 也希望说 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 放下手边的遥控器 来我们坐下来静静的欣赏 这一集又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内容呢 好 一样讲到就是这个里长 真的是我们在地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呢 付出奉献努力 争取地方的建设跟预算 常常都是不予于力的 那常常我们讲是说要老干新知啊 就是不同的这个世代 也要有不同的交替 那常常可以说透过这个换血 来了解是说 原来我们这个年轻时 充分有活力的这一些里长 也是很能够为我们来争取这个建设的哦 所以今天呢为您邀请到是淡水区的郑德里啊 是我们郑德里的黄俊雄黄里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黄里长你好 主持人好 是 好 李总我就这样先说啦 看你很年轻耶 对不对 怎么 您这一届里长是第一届 对不对 就2014年的时候 您才这个顺利的当选啦 那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心想要说这个服务民众来参选这个里长 是不是也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我在担任里长之前我是在便利商店 来从事这个便利商店的店长的工作 那么当然我们在店里面 我们一天大概有四五百个来客 那有大多数的这些客人他几乎都是天天到店 久而久之大家就会变成好朋友 那期间当然他们会跟我诉说一些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想法 或是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需要帮忙的地方 那期间当然是有办法帮忙的地方当然是很好 那有一些部分他有牵涉到公家的领域 或是需要比较更多的一些资源来帮忙的话 那毕竟一个超商的店长能力也有限 所以说能够帮忙的也有限 那有很多客人他鼓励俊雄来参选郑德里里长 来希望能够借由里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务 能够帮忙更多的一些相亲 让他们的生活起居各项能够有所改善这样子 是 这看起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便利商店 现在真的全三部一小家五部一大家 真的有些时候可能那个路口还有两家对看 所以便利商店真的是我们在地的好邻居好朋友 所以我们的俊雄里长真的是从便利商店的店长 变成是里长 其实很有通耶 很有通耶 就是说便利商店大家互相都会来经过这便利商店 九二九之零那边就变成是一个情报站的概念 而且便利商店店员我们知道是说现在真的是 就是十八般无意样样俱全 所以你真的是不怕苦不怕难 就是勇于接受挑战就对了 是啊 因为事实上客人他们生活 日常所需的一些物品我们在店里面 我们能够提供以外 那事实上我们也有提供一些 附加的一些工作啦 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 家长他或许他要出去外面办事情 因为平常跟我们很熟悉 他们就会把小孩子积放在我们这里 或是说有时候需要一些代售一些包裹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帮忙做援助 或是说我们有一些乡亲他们有一些 我能力所及的一些工作 我也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帮忙 对 其实真的 你看那现在便利商店又有这种用餐区 然后又有时候这个影印机 有些年长的朋友他可能进来 不知道怎么影印 不知道怎么传真 不知道怎么email 你可能也都会帮他来处理 所以久而久之你可能 这个还没有当上里长前 就已经很服务相亲了啦 对不对 是 那俊雄里长其实我们就在聊到是说 从三年多前2014年 您当选上这个我们郑德里的里长之后 是不是也来跟官方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说那你过去这样子三年多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比较自豪的 你觉得说推出的真的是让里民也额勒 然后真的大家觉得说好像不一样的一些 做法跟政策 那我们在103年我们11月29号 确定当选郑德里里长以后 那么我就一直以来就 积极的去推动各项的事务 那在俊雄担任里长之前 郑德里我们的里环境认证是三星级的等级 那我们新手上路104年 我们没有参加评鉴 但是我们在这一个年头 我们来成功的招募了一些志工 那作为隔年的一个 里环境评鉴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在105年度 我们参加新北市政府 环境保护局的里环境评鉴 那我们得到四星级的里环境认证 马上就加一颗是 是是是 那我们我们说真的 那年到四星级 大家今天是很希望 因为我们很认真很打拼啦 但是事实上当然比我们优秀的里长 当然是多很多啦 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当然也是有提升有待加强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隔年就是106年 我们就得到里环境认证五星级 那今年107年度我们也得到了里环境认证五星级的认证 除了说我们104年度我们来成功的招募了44位的志工义工以外 我们在同年我们也向我们的区公所申请我们也组织的守望相助队 那这个守望相助队我们有24位队员 那我们连续四年得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一个颁奖表扬 以及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一个颁奖表扬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除此之外我们在104年度也是我当选里长以后的第一年 我们也招募了19位志工到马街医院去受信 完成了以后每天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在我们郑德里办公处这边 每天帮我们的长者测量血压身高体重腰围 来为他们的健康做把关的动作 除此之外我们在我们的里办公处我们也设了免费的课后安清班 来服务我们里面的一些单亲隔代教养外配子女跟寄养家庭的小朋友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共餐 让我们里面的这些长者能够说借由共餐来走出屋内 跟户外的这些长者一起来交朋友 让他们有学得一些消磨时间的移技之长 是 这真的很不简单耶 其实这个俊雄里长真的感觉起来把这个里的这个事物 当成是这个企业化在经营 尤其是刚刚有听到一点我觉得很特别是孟凯好像访问其他里的时候 这个里长没有提过的叫做免费的课后安清班 怎么会那么特别这个不是应该一般都是这个补习班 还是说一些这个私人的这个案清班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居然里有提供免费的客户案清班 那这个是您争取的预算来做还是说找志工来做 还有重点在于是为什么您会这样子推动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在担任便利商店的这个店长的时候 我刚刚就有说过就是说 事实上有一些家长他们有这些需求 那我当选的里长了以后 我更是了解 穷困 经济比较窘困的一些家庭 他们的一些压力会比较大 我常常会想说一个经济困困的家庭 他单靠政府的补助 或是民间团体的一些帮忙 事实上是有限的 我们常常会在报章媒体 会去看到这些困困的家庭 他可能一时这个经济的难关没有办法去克服 他们就会走上极端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为了要鼓励这些经济困困的这些家庭的家长 能够安心的去工作 那我们当然就是把他的小孩子帮忙把他照顾好 让他能够放心的去工作 有多了一份收入 这个这些经济困困的一些问题 他就会有所改善 那这样子对整个社会来讲 也会有所帮忙 这听起来确实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理所当然会觉得是说 这个岸清班就是付钱嘛 可能三千块五千块 当然孟凯还没有这个那么年纪长的小朋友 还不确定 但是就是可能几千块 可是对于一些真的就是说家庭环境 稍微就是比再负担重一点的这个家庭 可能多一千块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尤其是小朋友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 这个社会上的诱惑很多啦 别的不讲就是有些时候的毒品也泛滥啊什么 如果说我们这个客后的小朋友没有让他有一个好的地方去 安全的地方可以来这个稍微待一下 所以很容易在外面就会跟这些狐群狗党来学坏 我想这也是我们不乐见的 因此呢我们俊雄里长这边提出就说这个客后安清班的概念 确实那现在施行的情况怎么样 是每天都有吗 那还有有差不多多少位小朋友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客后安清班 总共有15位小朋友 这15位小朋友都是来自于单亲 隔代教养 外配子女跟寄养家庭的小朋友 那都是最弱势 相对弱势 因为资源有限所以说我们优先让这些协同到我们客后安清班来 那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事实上这些小朋友他们除了说经济弱势 家长没有办法说让他们能够到一些安清班去上课以外 事实上在行为上他们的确有一些偏差需要改正的地方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刚成立这个客后安清班的时候 小朋友光是要乖乖的坐在椅子上面写功课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 因为这些小朋友坦白讲他们不习惯写课或咒业 他们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他们本身来讲 他们有一些经济的因素还有来自于家庭的因素 最主要是来自于家庭的一个教养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因为少子化 坦白讲我们公立学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 他们在教导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说如果对于小孩子的管教太过严苛 那么家长通常他的反应都会很大 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我跟我们学校的社工站这边做联系 就是说我们客户班的这些小朋友如果在学校有什么样的情形 那么希望说他们能够打个电话跟我讲 我来帮忙来跟家长做沟通 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小朋友本来在学校他骂三支经 那透过老师跟家长沟通了以后 那个小孩子隔天去学校的时候骂五个字的 那再者就是说我说是个课后作业这些问题 那么有时候老师他对于小孩子课后作业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 他也会打电话主动的去做关心 那可是有一些家长他会直接去责任我们的老师 他认为说你领了公家的薪水 那为什么小孩子没有教好反而还要我来教 那这一个部分来讲老师变成说他会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会有一些压力 再加上有一些小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管教他跟家长反应了以后 家长有时候也会责任老师说 我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你学校应该要负责把他管教好 那他出了什么状况 事实上家长他不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 一定要去配合学校的一个改善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们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认为说老师他有领薪水 他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但是对于我们这边客户班这边 因为我们是免费的一个教学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跟家长沟通小孩子不当的行为的时候 家长比较听得下去 比较愿意来做配合的动作 我常常在跟我们客户班的这些老师跟他们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毕竟我们资源有限 那么我们比较不容易能够创造一个伟大的人 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但是我们很容易能够创造一个感恩喜福的人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常规的生活 我觉得一个小朋友他一定要比一般的家庭的小朋友更懂得礼貌 你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 你出了社会去工作以后 你的同事会爱你 你的上司你的主管会爱你 那你因为你的人际关系 能够因为你的礼貌而做了改变 你就会有稳定的收入 你要稳定的收入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你经济困窘的这一个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会提醒小朋友 要有这个感恩喜福的一个心态 这样子 确实 就是真的是你的那个观念态度改变 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你学的知识有多渊博 是你的态度对不对 有态度 其实人生这条路应该即使有风有雨 但是至少你会走得比较踏实 所以俊雄里长是不是也把以前带公读生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融合在里面 不过我发觉是说这真的是有看到我们当地里民的需求 所以说把特别把它给带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俊雄里长很用心的一点 那回过头来就是说现在 我不知道说郑德里的状况是不是也是这样 因为有些时候访问到其他的来宾 这个其他的里长也讲是说 以前讲远亲不如近邻 可是现在叫做什么 叫做邻居上下层可能都互相不认识啊 因为这个公寓大楼的关系 那您这边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网路啦 透过网路不管是脸书啦 或是line群组啦 来把我们郑德里这边稍微给call起来 让他变得是里的这个讯息联系更紧密 有我们在郑德里我们有这一个line line的群组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纯粹接收公务讯息的一个群组 有一些人他怕有一些太多信息 就会加入这个群组 这个群组现在有大概将近300人 那另外一个是有交流可以互传讯息的 这个群组有一百将近200人 186个人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这个脸书 我们的那个FB 来公告一些郑德里的一些事物 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 现在已经我们台湾已经步入了这个老龄化社会 高龄化 对这个高龄化的社会 那目前在我们台湾地区事实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是很严重 那我们我有这个机会来担任这个里长的工作 我也很乐意的来推动各项的事物 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他雇着忙事业来解决一些家庭的一个开销 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都有遗迹之长 但是很多人他退休了以后 他就没有一个消磨时间的一个专长 那我们为了要鼓励这些长者 他们能够走出屋内到屋外来跟人家互动 那我们在郑德里我们开设了很多的课班 比如说我们的书法班 手工编织班 有氧舞蹈班 双人舞蹈班 还有英语会话班 这些种种的一些课班 还有一些健康的课班 外单工 拉伸操 这一些课班 我们就是要营造一个让长者他走出来的机会 我担任里长的将近四年的时间 我到过很多个养老院去 去参访 去送物资 我了解到说如果稍具规模的一些养老院 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课程的一个安排 我常常在想说我担任这个里长的这个职务 除了说让在地生活的这些里民 他们能够得到一个舒适的环境以外 那我在想说将来有一天 他们如果被迫必须要离开郑德里的时候 那我能够送给他们什么 那事实上我在想就是说 我刚刚在讲的这个问题 只要稍具规模的这些养老院 他都会有这些课班 但是很多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忙于工作 他没有时间交朋友 那退休了以后他 他选择郑德里当一个养老的一个场所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直到 到往生都可以都住在郑德里 有些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 或是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被迫离开郑德里了 那这些人他如果平常他只习惯 关在家里面看电视 或是在家里面不跟人家互动 这些人他即便到了这个等级比较好的养老院 对他们来讲 这些设施他们根本用不到 因为他们不习惯跟人家互动 我一直在想说我担任这个里长 我要如果像我的里面有一天他被迫要离开郑德里的时候 我能够送给他们什么 那我这段期间我就积极培养他们 跟这些长者或让他们透过课班 比如说你今天你来上这个书法班 可能整个班级二三十个人都是喜欢书法的 或是你这个手工编织班二三十个人 他大概都是有兴趣的 对 藉由同好的这个关系来结交作为朋友 他们除此除了可以在这里协得消磨时间的一个遗迹之场以外 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场所去结交一些聊得来 能够谈心事的这些老朋友 那这样子他们就比较不会孤独 那将来有一天他们如果被迫离开郑德里 事实上我也送了他们一个 可以跟人家互动的一个技能 对对对对对 或是一个习惯 是 他们如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彷徨 因为有一些人 一些长者他们坦白讲 即便说因为家里的因素 经济的因素或是说身体的因素 他们要到养老院区的时候都会有恐惧 都会彷徨 他们最主要他们就是担心 他们未来的日子怎么办 对 因为他们害怕陌生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平常日常的生活 已经习惯跟大家互动 事实上你走到哪里都一样 他们就能够减少这个彷徨这个无助 那我认为说担任里长的这一个任期 那我积极的来推动这些课班 希望说他们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些课班 去结交一些朋友 能够好好的除了平常可以消磨时间以外 那么即便说你如果有一天你走身体不舒服 或是说不方便走出门了以后 你因为你熟悉了很多朋友 他们会到家里来陪你聊天 你也不至于苦闷 事实上我推动这个课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表面上是帮忙老人 实际上也在帮忙年轻人 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你想说不用照顾 对不是一般年轻人他早上七点多 他上班上课了以后 那个长者他在家里面一直等到晚上七点 经过十几个小时 那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家了 可是这些家人他可能有 在职场上的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完 或是有一些事情 他们或许即便回到家了以后累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陪长者聊天 那这个长者他会觉得说 我等了一天等了十几个小时 好像白等了 等了十几个小时 换不到一句话 一个对话一个关心的话 那你如果说 因为有这些长者他日常的 规律的一个生活 事实上他们会觉得说 即便说 家人没有时间陪伴他 还是感觉到很温暖 对 早一点洗澡休息 那明天还是有他的 规律的生活要过 对所以说今天真的很难得荣幸 我们听到我们这个郑德里 淡水区郑德里 黄俊雄里长来为我们说明说 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是说 这个好的人才好的人权 真的是要持续的希望 能够来为地方来服务 我想这个是对地方 才是最大的服务器 感谢您今天这礼拜的收看 我们希望好所在下礼拜 同一时间再见咯 感谢您 拜拜 我感谢您的观看 我感谢您的观看